歡迎大家回到這個頻道 今個禮拜小小的介紹幾樣東西 第一個要和介紹的就是Kona EV 它在2021年轉了款 究竟行不行呢?看過就知道 今個禮拜沒有Gadget 時間關係 不過就介紹了一架非常長期的電動單車 最後會和大家說一下 豐田這架電動車買不買得 今天純粹受朋友所託 來到Doncaster這個車場 就幫他看這架Kona EV Kona本身除了EV版本 還有Petro和Diesel 還有Plug-in 無論Spec和定位 它和同富而無的Kia E-Nero 可以說差不多 大家都擁有64kW電 至於外形就見仁見智了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這個 比較流線型的設計 今次看這個版本 也是它最頂級的型號 版本型號叫做Ultimate 現在的街價大約是$38.000 正是這個型號才會有天窗 而且很喜歡這個鯊魚味 順帶一提 這間叫Car Shop 大家自己看看 這間在Doncaster的Car Shop 我不知道有幾架車 如果要來拍 我想要拍一天都拍不完 每架車看的話 很大很大 價錢呢 電車說真的 我上次去的一間 不多 今次這間 竟然有幾架給我看 因為這陣子的電車非常缺貨 當然其他車款也一定有 例如Mini 你自己看看 這裡已經有幾架了 幾架了 不止 那裡還有Mini 它不是賣款 它不是賣款 因為盡量賣款 就是盡量賣款 少許你參考 以這架19年為例 Mini Cupra 是在做16,000多 你不再說 對吧 還有它跟我說 它說這間Car Shop 據自己本身來說 沒有公司有代理寶馬 所以 你買二手車 跟它買 就不用怕 我通常買二手車 我都是買這些大牌子 即是大公司買 我免得買東西 試一下 給我試一下 這架是頂級版 有Head Display 我最喜歡 有一個這樣的 我挺喜歡這個 那個 Infotainment 即是說 OK 開到的冷氣這麼大 我進去了 我不太喜歡浪費電 OK 整個Dashboard 我覺得挺像 一架傳統車 都挺漂亮 應該有充電的 嘗嘗嘗 最後最後 我再試過 放下去就可以了 剛剛不知為何 這個時刻 我放下去的時候 可能放不適合 順帶一提 它的位置 比我這部 Pixel 6 不是A 好 現在坐了這個位置 挺舒服的 有天窗 不過 後面的位置 我知道是窄的 應該我試了 現在我的位置是OK的 這部車有齊 防撞 還有Cruise Control 和前車保持某個距離 還有可以在車的中間 保持在線中間 即是Link Keep Assist 是非常有用的 這部駕長途車 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個Dashboard是簡潔的 我覺得 我自己就很喜歡這個車款 糟了不要買它 它很帥 試一試後座 先試旁邊的座 現在坐這個位置 就是平常的位置 還有它有電燈的 有啤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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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有啤酒喝 好 試一下車尾 剛才我設置到 是有點窄 一個拳頭都沒有 有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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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我剛才坐的位置 我自己 駕車的時候 有啤酒 可能我就比較 我喜歡坐的前一點 大約 以我米8 剩下一點 一個拳頭都沒有 後面沒有這個 充電 還有冷氣 削的 不過剛才的冷氣夠厲害 因為始終韓國車 是小了一點 差不多全地台 有一點點凸起了 這個 這個應該是有個手枕的 沒錯 這個 其實如果四個人坐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可以這樣 當然沒有 以前我七人車的 直接放褲麻雀桌 現在不用想了 可以這樣坐 挺舒服 好 看看車尾 尾箱這裡是平的 不會有這個粒 不過也算小 勉強擺到一個 大行尾箱 一個 OK 記住這一架 你當是Hatchback 駕好了 不要當是一個 Mini SUV 真的很Mini SUV 看看你自己怎麼看 我 我就沒所謂 那也是 這裡是可以 睡下去 對啦 不試了這些 大家記不記得 Tesla是給你自己試的 今次是有它的銷售 陪著我的 今次我用第一身去做試車 好像Tesla上次試車那樣 竟然是有Head-up display 還有天窗 OK Head-up display是我第一次試的 覺得挺好用的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駕駛有很多訊息給你 現在的Dashboard 那麼多東西 而Head-up display 只是給一些最重要的 例如速度 你有沒有超速 諸如此類 由於我駕開電車 所以對這架的操控 一上手的話 0分鐘適應 這架車比普通的私家車 是高身少少的 有回到SUV的感覺 而它的避震表現都不是太差 操控都好像一般私家車 很多人擔心駕開普通私家車 不懂得駕駛這個電車 其實五分鐘駕駛得到 由於我本身駕開電車 我真的沒甚麼好問他 今次我主要是想試什麼 就是Link Keep System 它是可以令你的車 維持在馬路的中間 我現在已經把手離開了 老實說 它比上次我試的天朝的MG 表現得更出色 因為MG有點像打波子機 兩條線左右左右 非常不舒服 它這個感覺 比上次的Model Y 表現得更好 不過順帶一提 銷售士說 這些是甚麼 是一些公路用好 一些很Sharp的彎 千萬不要試 上次Model Y試的時候 路邊有一個竹筒 差點放進去 嚇到我死 要不要走 嘩 屌 老虎 嗨 所以要記住 這些叫做輔助駕駛系統 不要太多指望 這個系統 如果你用了 轉線 一定要打燈 今天我全程都是試 它的Eco Mode 因為駕駛這些車 其實Eco Mode 你又不是要很快很快 一定夠洗 不如在這段時間 講一講它的規格 它的售價 視乎你的規格 而定 Top Model 就是3 今天我試這個 38,000磅 最便宜的是 30,000磅 電方面 64kW 它有一個小電版的 三十多 不過我就真的不建議 尤其是如果你有電池焦慮症的話 都是建議你買這個大電車 因為差的錢不是很多 另外電方面 雖然是64kW 和舊版本 即是21年未飛 之前是一模一樣的電大小 但是由於可能電池控制 在那裡 和偷輕了那個車之後 是比較走遠了少少 由280公里 所以每個人都高升到300公里 我看過一個泰國的YouTuber 就很有名的 都做了一些實測 我不會讀他的名字 你自己看看 318公里 就是在90kc的時速 那裏做的 而在充電方面 如果你家裡用個普通 不加進任何東西 即是在窗口套裝三角頭 然後充電的話 就 28個小時就充電 另外 如果你現在安裝一架 家用的充電裝,即是和POPPOP、BP去安裝過的東西 好像有幾千余穿幣,即是幾百磅到一千磅左右 有7.2W的話,就可以由9個小時已經充滿了 另外快充方面,有64分鐘就可以充滿到10至80 順帶一提,在英國多數都是50kW,不會太多,很快 另外,還有出雷的話,只差到90%左右 就會開始減慢了你的充電速度 如果你這麼幸運,遇到100kW的充電站 大概是47分鐘完成,不過為數不多 不過我有信心會越裝越多 另外保養方面,五年無限Mile保養 這個是官網說的,如果有什麼更新的話,自己看它 電池方面就八年,12萬5千個Mile保養 先不說安全設施,先說說它,它是有App的 還有它有一個Voice Recognition 即是可以用一個Voice來控制 例如Crimat Control,即是冷、熱、諸如此類的東西 挺好玩的 它0至100kW是7.9秒 通常它在0至50kW是超級快的 我的經驗呢,以我駕駛的垃圾車,都可以快過很多Sport Car 極速是去到104個Mile 都算相當快的 你要記住,這個是家庭車 好了,現在說一下它的安全設施 第一個就是Link Keep Assist 它原理就是利用一個鏡頭 scan了路面的虛線,令到你的車保持在虛線中間 正如我剛才說過,不要的Link Keep Assist 會令到你的車好像打波子機一樣,篩來篩去 我那天實測的話,它也挺穩定 但有時候都會側近一邊一點 但這個也不太大影響 好,第二個安全設施出場 就叫Forward Collusion Avoidance 顧名思義,即是防止你撞向前面的車 廢話少說,不如你看片,你就明白我在說什麼 下一位出場的就是Smart Cruise Control 顧名思義的功能就是你定了一個速度 以及可以設定你和前車保持的距離 這個如果是駕駛公路車的人是相當相當之有用 當然那個距離是可以讓你控制的 好,接著這個功能挺窩心的 叫Driver's Attention Warning 其實它就會提醒你 究竟你由一點去另一點 開了多久,到會提醒你定時要做駕駛 另外,它也有Link Keep Assist 在這個功能裏面 因為如果你其實開得太累的話 個人真的會犀來犀去 我試過有一次在北海道欠一些 在旁邊的路線上,嚇死我 把一個叫Blind Sport Collusion Warning System 又是相當有用的 我記得,我真的給了很大的教訓 話說某人 因為打燈之後 沒有看到盲點 而令到撞了車 很簡單 如片中 只要你打了燈的話 它就會用後鏡頭 偵測有沒有其他車輛 老實實 這些不是什麼特別的科技 不過就很好用 送多樣功能給你 它有一個叫做後泊車的防撞 又是那句 不說那麼多了 不如看片 至於有沒有360這個鏡頭 我發現那天我試駕車是沒有的 同樣地都是靠後面的雷達來偵測 所以說這輛車的安全設施都很齊 好,現在這裡開了之後 很簡單 拿出來就可以充電了 膠膠地 這裡有一個LED燈 它關了車 否則有一個LED燈 就會提示有多少電 我挺喜歡在前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開車 一把充電口放在前面 就在前面會方便 各種旁邊很多 OK 容易看位很多 至於你開開EV 你就知道說什麼 說個笑話給你 在Doncaster看完電動車的時候 售貨員跟我說 原來Doncaster 都相對是比較貧窮的地方 他說這輛電動車已經是貴的 如果 正如很多漁村人都說 我是窮L來的 沒有錢買電動車 那怎麼辦? 不是單車 這輛叫做 很難讀的名字 叫做ENGWE ENGWE 的肥仔 我叫FATTIE 的電動單車 它的規格相當之厲害 電方面有620W的電 比普通400W 或者200多W的電 多了很多倍的 另外馬達呢 對了 750W 自己考慮一下 因為英國的法例 是250W 我純粹介紹 這是給美嘉 觀眾看的 是不是好像以前 尖沙咀的水貨店 一定會做個 FOR EXPORT ONLY 它售價是999磅 32kg 比較重 但是聖載 這麼闊的胎 這麼重 就因為可以 像這些沙灘 都可以走得 如你平地 它的SUSPENTION 是做得不錯的 我在網上看了 很多很多 極速 據聞一下 可以去到28公里 超級快 還有肥仔胎有個好處 它咬地比較穩 而且遇到坑 不需要怕會擠到 雖然它的輪子只有20寸 但由於是寬仔胎的關係 所以找地一點都沒問題 它的續航 根據官方說 可以去到80kg 為什麼嫌80kg不夠? 我介紹這架 據官方網頁說 它可以去到150kg 一個銅牌子的C20 Pro 雖然輪子沒有之前的三寸那麼闊 但作為市區代步 一定滑滑有餘 你放心 這架單車是合法的 250W的馬達 而電更比剛才的肥仔胎 多了70kg 去到690kg 價錢和它一模一樣 還要比它輕一點 25kg 而當然最厲害 就是它可以去到150kg的續航距離 當然這個計法是要計你去踩 不過你當比8折或7折 都非常之軟 提提大家 你看看這架車和剛才的肥仔車都可以接 還有這架車 你知不知道要來做什麼最好呢? 沒錯 如果有人說想做外賣的話 這架真的是最低價值的外賣 我找過英國買到的電動單車價錢 這架算是不貴的 還有網絡很多YouTuber都說這架叫低價的車 我自己相當相當喜歡 等我買了現有這架單車之後 馬上進入這架手 真的買了那天 我就開箱給大家看 好嗎? 稍後再說這架EV電動車 早前很受人注目的豐田BZ4X這架車 它的外形就像RAV4 挺搶手的 一出了之後 在台灣就很控洞 三架車 三百架車一推出來 秒殺 但好景不常 當每個人都以為Tesla厲害 再說電池、馬達、軟件部分領先 傳統造車的豐田、組裝 其他傳統部分應該沒事吧 但沒想到這架BZ4 出師未接就生鮮死 竟然出事在哪裏? 那輪子那裏 那輪子什麼事呢? 話說6月交車 6月23日已經全球要召回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當激烈駕駛時 車輛可能脫離 其實你駕開車 應該知道 車輪要脫離是相當困難的 於是豐田提出一個回購方案 召回所有車的車主 如果你不願意繼續等 就以原價收回你的車 如果車主願意繼續等 豐田會給你一架免費替代車 並且補償5000美金給你 這可能只是在台灣或美國發生 還好 美國只交了260架車 而台灣只有88架 所以在路上真的見到這個意外 都未見到 波航這跟日本人做事比較謹慎有關 最搞笑的是 早前有些Youtuber被車廠邀請 繞台一周 當然環繞台灣不是只有那些濕溝戰機 由於這次試車是在脫離之後 所以很多Youtuber一去到充電站的時候 都很小心地把四輪鎖緊 不幸中的大行 這麼多次的意外都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除此之外 網上看到一些Youtuber 提到這輛車十項樹葉都下落的缺點 我選擇其中幾樣 以一架43000英鎊的電動車來說 只能走到227公里 終於是非常非常好天的情況下 43000只不過是起步價 以這個價錢 沒有理由充電速度 是要一個多小時的 做一件事真的挺重要的 做人要講態度 做廠都要講態度 今次Toyota推出這輛 他就說過會把一隻新的環保電 放到車上 結果這兩位人兄踢爆 他只不過是把這些新的環保電 扔進一個叫做Plug-in的項目 美帝就說亡我之心不死 但豐田原來他對做Plug-in Hybrid 或者Plug-in車是心不死的 即是說他沒有心做一個全EV 那你在沒有心的情況之下 其實別出了 問心,說句打句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死都不肯做電車 今集的車路士又到這裡為止 好長氣 喜不喜歡今天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給我一個Like 我真心希望每一集都超過一萬Viu 因為如果超過一萬Viu的話 我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車行 讓他試車 說真的,Viu數很少 別人當然不讓你試 這個世界很厲害 所以你Like多些的話 Youtube的演算法 就會把我推多些 和介紹多些給其他人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講EV 下個禮拜再講Gadget 好嗎?拜拜 謝謝 下次要看 經典地 我們來拍攝